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彭斯副总统他将会进一步的来阐述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预计的演说内容将会涉及到南中国海 台湾 中国的所谓债务外交 还有贸易 以及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还有拓展对美国的影响等各个方面 另外彭斯副总统预计还可能对中国方面提出严厉的批评 我们现在说到来自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在在场的所有人员已经就座 那么刚刚会议主持人也要求大家把手机给关掉静音 所以我们一般预料呢 副总统彭斯很可能即将要到现场来发表这番重要的演说 那么在副总统彭斯抵达之后呢 我们也会立刻的交由我们的现场口译人员 来为您及时的来翻译彭斯副总统的这篇重要讲话 那就我们的了解美中关系呢 在近来遭遇了不少的变化 不管是在贸易上 在军事上 在意识形态上面 美中两国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新的节点 所以很多人也预料彭斯副总统的这番讲话呢 很有可能给美中关系带来一些新的一个可以观察的一个新重点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媒体在事先也获得了一些部分的演讲内容显示呢 彭斯副总统将会在今天的演说当中提到 美中两国在最近以来双方所遭遇的一些情况 例如两国的军舰在9月30号在南中国海的对峙事件 那么彭斯副总统也会对此来誓言 那么尽管中国方面有一些鲁莽的骚扰行动 美军是不会被中国军队的行为所吓倒的 同时也会一如既往的继续依照国际法 在任何地方进行飞跃航行还有行动 那么这是在军事方面 就在不久前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政府方面呢 制裁了中国的解放军将领李尚福 加上最近的南中国海的军舰对抗 那么也有消息传出美国方面呢 可能也会在南中国海举行实弹演习 各方的发展都指向美中两国在军事上 也有可能有一些新的转变 那么在贸易上美中的贸易战 现在已经进入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交战 所以呢各方也非常关注 在这一次彭斯副总统的讲话当中 他将如何的来琢磨美中贸易战的未来的发展 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 有关于包括这个美国政府是否曾经讨论过 要停发所有中国学生签证的讨论 那么是不是未来对于从中国 来自中国的这些留学生的一些管控会加强 那么各种各样的讨论 现在也让各方非常关注 今天彭斯副总统 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这番演说内容 到底会涉及哪些方面 那么由于他被视为是这个特朗普政府 未来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各方也非常的关注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会场上呢 会场人员仍然在等候彭斯副总统的到来 那么随时彭斯副总统到来 那么展开演说之际呢 我们就会立刻的将我们的节目切换到 哈德逊研究所的现场画面 并且通过我们的同步口译人员 来为您翻译彭斯副总统的这篇重要讲话 我们现在陆续看到在现场还有更多人就坐 那么看来各界都已经在准备好 我们现在看到会议即将开始 我们也知道在美中关系 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时刻 彭斯副总统的这番讲话呢 也被视为是未来来观察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 也是特朗普政府未来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的宣誓 所以各方都非常关注在今天 彭斯副总统会在会上发表什么样的内容 请大家欢迎哈德逊研究所的所长和首席执行官 凯恩斯坦先生 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哈德逊研究所的 Betty和Walter Stern会议室 今天早上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给大家介绍 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好朋友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务员 那他呢原来是来自印第安那的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他选哈德逊研究所来作为一个选址 来做对于美国对于中国政策的一个演讲的选址 那我们呢是传统以来呢 就是在对于亚洲的一些政策 我们有研究的这样悠久的历史 那我们现在呢还在研究美国的我们的增款的战略 我们对于亚洲的一些外交和贸易的问题上呢 进行研究 那我们今天的研究的 我们今天的演讲的重点呢 就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那么他呢在这一些政策的领域 他在国会呢 以及现在在本届政府呢 都着手研究过 那么事实上他呢已经 昨天呢总统呢就已经说了 我们的一个专家叫做Mike Pillsbury 是关于中国的问题的一个主要的专家 那刚才讲过彭斯总统 他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一个我们的官员 所以呢对于这些外交问题呢 也都有深入的研究 所以请大家和我一起来 欢迎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 谢谢肯 感谢您的热情洋溢的介绍 哈德逊研究所的董事会的成员们 以及各位尊敬的嘉宾 我们在这里呢 如果是真的要实现我们这一个研究所的使命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以非传统的方式来思考未来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回到哈德逊研究所 在50多年以来 我们这个研究所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的安全 繁荣和自由 那么尽管他的可能过去呢 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但是呢 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你们一直在推动这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 那就是美国的领导力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今天讲到领导力 请允许我首先来开始来带来我们的美国第45届总统 特朗普总统向大家的热情洋溢的问候 本届政府上任之初 特朗普总统就把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以及和习主席的关系作为他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呢 在上任之初呢 就在邀请了习主席到海湖专员 然后呢 在去年的时候呢 总统也访问了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在过去的两年里面 特朗普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之间的密切的合作 建立了深入的个人的关系 而且他们深入的像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的问题上 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 因为呢 美国人民有权利要知道 因为正在我们现在讲话的期间 北京的政府呢 用了很多的做法 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一些工具 来推动他们的影响力 并且呢 来让他们在美国的利益呢 能够成功受益 中国现在呢 也以更加积极的方式 来向美国的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来实施影响力 这是取无前例的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 美国呢 现在采取果断的行为来回应 来用美国的行动来做出回应 我们运用的呢 就是我们在这些研究所等其他机构呢 一直秉承的一些原则 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战略 这是总统在去年的12月份所推出的 他讲到了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大国之间的竞争 那当各个国家在地区和全球 重新来行使他们的力量的时候呢 他们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改变国际秩序 让他们受益 在这样的一个战略当中 特朗普总统呢 清楚地指明了 美利坚和中国 现在对于中国呢 才采取了新的做法 我们想要寻求的是一个基于公平 对等以及尊重主权的原则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而且我们采取强有力的迅速的行动 来实现这一个目标 就好像总统去年在访华的时候 他所讲的 他说呢 我们有机会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并且改进我们两国民众的生活 我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呢 是基于就过去的 当美中之间以一种开放并且友好的精神 来相互接触的时候呢 我们对两者都是有好处的 那我们现在要寻找新的市场 以及出口 那中国呢 是当时呢 就欢迎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信仰生呢 还有毛皮啊等等 那么但是当中国在经历 他们所谓的这个半年的屈辱的时候呢 美国并没有和这个列强一起啊 我们呢是希望能够有开放的政策 希望能够跟中国有自由的贸易 同时也会得够保护各自的主权 那么当美国的 我们的传教士呢 向中国的民众所带去的 不但是他们的信仰 而且这些传教士呢 他们也创办了 中国的一些最早的 以及最优秀的大学 在二战的时候 我们呢是写手 是盟友 我们共同地对抗帝国主义 我们之后呢 又确保中国呢 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之一 然后呢在1949年之后 中国共产党开始呢 要建立这样一个专制的 这样的一种政权 那么我们以前呢是并肩作战 后来呢又在朝鲜半岛的 相互作战 那我的父亲就亲眼看到了 那这一场战争 那么这一场战争呢 并没有减少我们两国民众的 共同的一种意愿 那么中国呢重新 在1972年重返了联合国之后呢 我们又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们的经济呢 也开始互动 然后美国的大学呢 也开始培训中国的很多的学生啊 然后做未来的工程师啊 以及这个学者等等 那么在前苏联崩溃之后呢 我们以为说中国也会朝那个方向走 我们有一个很乐观的认为 21世纪的时候呢 会有朝这样的方向 所以呢 美国敞开了我们的这个经济体的大门 然后欢迎中国回到了世贸组织 之前的这个政权呢 做我们的政府啊 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是以为中国呢 是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不光是经济的 而且是政治的 而且呢 能够重新来尊重那些经典的 自由主义的这样的原则 也就是人身自由啊 宗教自由啊 个人自由啊等等 可是这一个希望呢 确实落空了 对于自由的这样的一种梦想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呢 还是遥不可及的 尽管北京在有口会啊 走上说要改革 要开放 邓小平的很有名的这个政策 现在可以说是空谈了 在过去的17年里面 中国的GDP增长了9倍 这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切成功 都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 而驱动的 而中国共产党呢 也用了一系列的政策 这些呢跟自由公平的贸易 是不相符的 包括一些配额 一些货币操纵啊 以及强制的技术转移啊 以及知识产权的偷盗 和工业的和产业的补贴 就好像像发糖果一样 给外国投资发这样的补贴 这些政策 让北京的制造业 大不复多的发展 可是呢 它的竞争对手 尤其是美国呢 就受到了损害 中国的这些行动 导致了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去年是3750亿美元 几乎是我们所有的 全球的贸易逆差的一半 那么克朗普总统上礼拜 他自己说 他说我们可以说 在过去25年里面 是我们重新建设了中国 那现在呢 通过中国制造 2025年的这个计划 中国共产党呢 又有一个计划 要控制全世界的90%的 最先进的工业 包括机器人 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 为了要达到这个经济的高峰 北京它有很多的官僚的系统 然后在这个知识产权 这个方面 它是尽量的能够得到 这个知识产权 做激进的所能去争取 那么他们要求美国的公司 在中国投资的时候 必须要把他们的商业秘密 交给中国 才能够在中国进行他们的业务 那同时呢 他们也帮助这个收购 美国的这些公司 那更糟糕的是 中国的安全的部门呢 它在整个偷盗 美国技术这个方面呢 是后面的这个操纵者 包括拿到美国军事工业的 一些蓝图 这些技术偷盗了以后 中国共产党 又把这个枪毛打成 这个犁头打成枪毛 那么它要扩大 它的这个军事的力量 这个力量的规模呢 是整个所有亚洲国家的 这个总和 那么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它要在陆地上 在海洋上 在空中的取得 这些控制权 中国它最希望 做到的就是 让美国呢 从西太平洋撤出 然后让我们没有办法 及时的来帮助我们的盟国 但是他们这种举动 是肯定失败的 北京也利用它的力量呢 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这个船舰呢 一直在这个 尖阁列岛附近巡逻 结果中国的领导人 2005年的时候呢 站在白宫玫瑰园里说 他的国家 他们说无意将 南中国海军事化 这是他的中国领导人说法 今天在北京部署了 高级的反舰防空导弹 它是在人工建造的 这个群岛上的 这个军事基地里做到的 中国这个星期也展示了 它的侵犯行为 一艘中国的军舰 它毕竟在南中国海 进行自由航行的 美国的迪凯特号的军舰 那么导致我们的军舰 迅速采取动作 以防撞击 尽管受到 这种鲁莽的杀乱 美国海军将 在继续飞行航行而作业 而且是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之内 和我们国家利益的要求之下 做到的 我们不会被吓倒 我们也不会退缩 美国也希望就是经济的自由化 能够让中国跟我们成为更好 和跟全世界成为更好的伙伴 但是相反的 我们看到中国使的是经济侵犯 也就是继而来扩大它的军事力量 那么随着北京 有一段的时间 中国是希望能够在人权上 取得更大的自由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 中国走了一个回头路 而且是压迫了自己的国人 今天 中国变成了一个监视型的国家 而且他们的监视的方法 更加有侵略性 而且是来用美国的技术做到的 在中国有所谓的防火墙 它极度地让这个信息 在中国人民之间不能自由地通行 到了2020年 中国将要有一个制度 就是它能够控制所有国人 它把它成为社会分数 那么这是一个蓝图 它要控制所有的人 也就是说 在这个蓝天之下 那么就让所有的这些人 都受到这个监视 讲到宗教自由这个方面 有一个新的迫害基督徒 福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这个做法 上个月 北京关掉了北京最大的地下教会 在中国上下 这些有关单位 把十字架拆下 把这个圣经烧毁 还有迫害基督徒 另外呢 就是另外跟这个 梵蒂冈打交道 那么但是又反对 这个一些主教的这个设立 所以 北京也打压福教徒 导致150个 这个喇嘛教的 这个燃烧焚身 在新疆 共产党 已经监禁了 100万的伊斯兰教的维格族人 然后进行全天后的 这个洗脑的这个行动 那么这些生存者 他们说 北京想方设法 用这一切的方法 就是要毁坏维格族的这个文化 同时要消灭他们回教的信仰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 一个压迫自己国民的国家 它是会变本加厉的 我们看到北京 他也希望这种势力 能够影响到世界其他的角落 Pewsbury 就是我们哈特森先生 他在这里所说的 中国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个目标 因为中国要建立 跟美国其他盟友和敌人的这个关系 这些都是反对任何 他们所谓的这个和平的动机 中国使用这个债务外交 来扩大它的影响力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 它现在提供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这个贷款给亚洲 非洲 欧洲 甚至拉丁美洲的政府 但是这些贷款的条款 从其量是不透明的 而且带来的利益 绝大多数是流向北京 你去问问斯里兰卡吧 他们借了巨额的债务让中国来建造 则商业价值存疑问的这个港口 两年以前 斯里兰卡无法再偿还它的贷款了 于是呢 北京就迫使斯里兰卡 将新建的港口交到中国的手里 那么这个港口可能很快就要成为 中国不断扩展的南海海军的前沿基地了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半球内呢 北京呢 也为委内瑞拉腐败无能的马多罗政权 延续了生命提供了50亿美元 可以用石油偿还的这个贷款 北京也 他们在这里为他们提供了50亿美元 即使民主在委内瑞拉受到了迫害 同时呢 北京也腐坏了一些国家的政治 它是通过向 通过向承诺 配合中国战略目标的政党候选人提供支持 去年以来呢 中国已经说服了三个拉丁美洲的国家 与台北断交 并与中国建交 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问题 我们美利坚和中国对此表示谴责 那么 经过我们本届政府将 如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 显明地继续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我们美国也是相信 台湾对民主的拥抱 为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那么 刚刚以上所提的几点呢 就是中国实行它的战略利益所做的一些例子 那么我们前面的几届政府都忽略了中国的这个行为 而且在很多的情况下呢 他们还加剧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行为 但是近代时候不一样了 在特朗普的带领之下呢 美国将要继续保卫我们的力量和利益 我们在军事这个方面呢 在我使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的强大 今年稍早的时候 特朗普增加了我们 从里根以来的最大的军事的这个支援 总共是7千多亿的 这个7161的这个美元 我们要遍布每一个领域 我们也使我们的这个武器现代化 同时有新的这个轰炸机 还有这个航空母舰 我们的投资在我们的这个军队里面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包括建立美国的太空军 保证我们能够在那里占领先地位 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网络战争这个方面呢 我们也采取了威士的这个行动的投资 这个特朗普的指示之下呢 我们也有2千多亿的 那么我们主要就是要针对这些 给我们提供这个网络攻击的 我们这个这个关税 对不起 那么我们还会继续的 除非出现一个公平的对等的这个贸易交易的话 如果这个不成功的话 那我们会加 使我们的这个关税翻一翻 这些行动 还有都是显示出美国的这个力量 这些它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那么在今年稍早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股市呢 增加了25% 下跌了25% 这是因为呢 我们本届美国的政府 采取了坚决的这个立场 特朗普说我们并不想要中国的市场受伤 我们希望中国的市场能够繁荣 但是呢 美国希望北京在执行它的贸易政策的方面 是自由的 是互惠的 是公平的 我们会继续地要求中国这么做 很不幸的 中国的领导人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接受这种条件 美国人想要知道 也必须知道 就好像普朗普的这个立场 中国现在正是一个全面性的 要来威胁到 我们的总统的这个立场 和我们的理想 我要告诉你 中国的一些行动 我对他们的了解 有一些呢 我们是从情报的评估中收集的 有一些是从公共的渠道得到的 但一切都是事实 就好像我先前所说的 现在北京正在利用一个举国 还有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它的影响力 为其立谋的好处 而且呢 以更为主动和胁迫性的方式 北京使用这种力量 来干涉美国的国内政策和美国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政府正在奖赏或是胁迫美国的工商企业 电影制片厂 大学智库 学者 记者 地方 周一层和联邦政府的官员 最恶劣的是 同时中国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 来影响美国的议论 来影响美国2018年的选举 以及影响2020年总统选举的这种环境 就是很坦率地说 特朗普总统的领导正在奏效 而中国希望能够有人取代他 毫无疑问的 中国正在干扰美国的民主运作 就像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所说的 他说发现中国在试图干预我们2018年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我们的情报单位表示 中国正在瞄准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和官员 来利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分歧 同时中国正在利用一些可能引起意见分裂的问题 像关税问题来提升北京的政治影响力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 北京发出了一份敏感的文件 它的题目是宣传和议论管控通知 提出了中国的战略 通知说中国他们是这么说 进行精确地出击分裂美国国内不同的群体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北京将来挑遣隐秘的乔庄的行动人员 外围的组织宣传的部门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政策的看法 我们情报单位的一位高级官员 最近刚刚告诉我说 这个星期告诉我说 俄罗斯如果跟中国正在美国各地所做的事情相比的话 是小屋见大屋 而且美国民众有权知道这样的真相 那些中国高级官员和试图把美国的一些工商界领袖 试图改变他们来维持他们在中国的公司运营的愿望 作为杠杆来影响他们 要他们谴责我们的贸易行动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他们威胁要取消美国一家大公司在中国的营业执照 假如该公司拒绝公开发声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的话 那么就影响中期选举而言 诸位只需要看一看北京针对我们的关税政策 提出的反制关税就可以了 北京特意锁定那些可能在2018年的选举中 有可能发挥重大作用的行业和州 有一种估算是中国所选择打击的美国的 具有80%以上在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总统和我 而如今中国希望把那些选民调转过来 反对我们的行政当局 另外中国也直接想要跟美国的选民来施加影响 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出资在德媒英记事报 刊登了好几页的茶叶广告 那份报纸是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家乡的州 爱尔瓦州的主要报纸 也是2018年选举的一个具有关键性的州 那些广告的版面设计上看上去像是新闻报道 把我们的贸易政策说成是鲁莽的 对爱尔瓦州的人是有害的 但是幸运的是美国人不吃这一套 比如说美国农场主跟总统站在一起 而且也正在看到总统所采取的坚定立场 有了实际的效果 其中包括本星期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协议 所以我们这个协议是对于美国的农场主和制造 也是重大的胜利 但是中国的行动并不是说主要是 我完全是针对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做法 那么他们也在用一些其他的大的影响力 来影响美国的企业界 北京现在要求美国的合资公司 如果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的话 他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党支部 就是在公司内部要设立党委党支部 这样的话给共产党一个声音 也许还可以有否决权 在雇佣的决定方面行使这样的权利 中国当局并且还威胁美国的公司 在选择地域的上面 对台湾对他们规定要怎么做 那么还有西藏 那么北京还要求美国的合资公司 如果不在网站上把台湾叫做是中国的一个省份的话 必须要公开道歉 另外他还要求万豪酒店 就要解雇一个员工 就是因为那个员工发表了一个推特 是支持西湾的 另外北京还要求好莱坞 必须要以正面的形象来反映中国 如果电影制片厂不这么做的话 要惩罚他们 那么还有 如果一些小的地方 电影里面有对中国 可能是有批评态度 他们也会去不通过 还有一个叫做World Z的一个电影里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面 还是也有要求改 还有这个红色曙光这个电影 也进数字化的去修改编辑 把这个负面人物变成是朝鲜人 不是中国人 所以除了这样的娱乐业 中国政府还花了几十亿的美元 在美国以及包括全世界进行宣传工作 中国国际广播公司 现在是在美国的三十多家电台 包括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 来播放有利于宣传中国 正面宣传中国的一些节目 那么它能够触及 7500万美国的听众 而且他们是直接受中国的政府和党来操纵的 那么他的高层领导人 他说媒体是由党和政府来操纵的 而且他们应该是有党性 他们应该是信党 所以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 还有这样的现实 上个月我们司法部要求这一个网络 应该要注册作为一个外国政府的代理人 共产党另外也对于美国新闻记者的家人进行威胁 并且有的时候还拘留他们 他们还拦截了美国的一些媒体的一些网站 并且让新闻记者很难拿到签证 这个比如说纽约时报曾经是发表过一些文章 是关于中国领导人的家庭财富的 也就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那么所以可以说这样打造了一种审查的 这样的一种文化 在新闻媒体 另外在学术节也是这样 中国的学生以及学者的协会 那么他们在美国的校园 有150多家分支他们有组织一些社交的活动 那么他们代表的是大概43万多左右的 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的留学生 那么另外在美国的学校里面 他们可以说是直接是替中国共产党来发声 那么在马里兰大学有个学生在毕业的时候 他演讲 他说有美国的自由言论的新鲜的空气 他这么讲 那么党的党报很快就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他就受到了大量的谴责 这是在中国的掌控严厉的那些社交媒体上 而且他的家人在国内也受到了骚扰 那么现在 那么现在我们学生之间的交流 原来是数量很多 现在可能数量有影响 那么另外呢 北京也对于大学以及智库以及学者 提供很多的资金 研究的资金的资助 那么当然他希望他们能够去避免 去研究一些敏感的话题 而且他们说如果他们的研究 跟北京所发表的这样的一些论点 有被背离的话呢 他们就会在签证方面等等的 都受到一些影响 就像哈德逊研究所呢 就第一手的有这样的体会 你们曾经要接待一位 北京不喜欢的一位讲者 之后你们的网站就受到了 来自上海的网络的重大的网络攻击 哈德逊研究所 他们当然对此很了解 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呢 是想要遏制言论自由 还包括美国的言论自由 这一切都是 旨在要改变 美国的民众的舆论的意见 希望他们能够放弃 不支持特朗普总统的 美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立场 但是呢我们的总统呢 是不会退缩的 美国人民是不会受这样的影响的 我们也不会动摇的 我们将会坚强的来捍卫 我们自己的经济和我们的安全 当然即便我们也是随时保持希望 希望能够改进于这个北京的关系 我们的政府还将是来采取行动 来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的就业机会和我们的安全 我们也会在整个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来行使我们的利益 我们在贸易方面呢 我们还是要坚持与中国有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关系 我们要求北京能够打破它的贸易壁垒 而且呢只实现自己的承诺 像我们对于我们的经济体一样 完全地开放它的经济体 我们继续对于北京会采取行动 直到美国知识产权的偷盗行为呢 能够彻底地停止 我们也将会坚定地捍卫我们的立场 直到北京停止强制性技术转让的这样的一种行径 我们将会保护美国企业的私人财产的利益 为了推动我们的对于自由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这样的一种愿景 我们将会从印度到萨摩亚 我们将会本着一种尊重和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的这种原则来建立 外交关系 我们也在推动双边的贸易协定 上周 特朗普总统和韩国签订了改进的贸易协定 而且我们也会 继续和日本恢复来进行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另外我也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我们在简化我们的国际开发和融资的计划 我们要给一些外国一些公正的而且是透明的一些另选 这样的话不用完全依赖中国 那么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也会把我们的一个法案的签成法 下个月我将非常荣幸到亚太 在东盟以及亚太金河组织到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来代表美国 在那里我们将会进一步谈我们的新的自由的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 我在这里要代表总统承诺 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今天是比以往都要来的坚定 那么我们在国家本国要保护我们的利益 我们最近加强了我们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程序 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不受北京的侵犯性的行径的影响 谈到北京对于美国政府和政策的影响和干预 我们将会继续地揭露这样的行径 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会和社会的各层的领导一起来合作 来捍卫我们的理念和理想 美国人民在其中将会扮演决定性的作用 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做了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 对于中国正在全美产生一个新的共识 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不单是企业领导人 不单只是在谈想下一季度的业绩 他们在想如果要到中国去投资 如果是要放弃自己的知识产权 必须要受中国的压制的话 他们就不愿意这样做 我觉得更多的领导人会效仿 比如说谷歌应该马上要停止他们的 对于蜻蜓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的研发 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地保护 他们的用户的隐私权 另外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 他们是勇敢地来报道中国社会当中的 一些不公的现象 那我们希望美国和全球的新闻媒体 也将会越来越多地支持这样的一些行为 越来越多的学者现在也在挺身而出 来捍卫学术的自由 现在大学和智库也应该要有勇气 来拒绝北京所提供的资金 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这样的机构将会越来越多 而且在全国 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警惕 他们现在也意识到了 本届政府所采取的行动 以及总统的领导力 能够重新调整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和战略的关系 美国民众也是坚定地支持我们美国的总统 因为美国总统是做美国第一的一个战略 那么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在特朗普总统的坚强的领导力之下 我们会坚定地向这方面来做 我们两党的领导人都是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 就好像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所讲的一样 我们要记住 竞争并不总是敌对性的 而且它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是敌对的 总统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想要一个和北京的有建设性的关系 那在这个关系当中 我们的繁荣和我们的稳定能够共同地来增长 而不是背道而驰 而北京现在可能是朝这个方向的越走越远 可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可以改变他们的方向的 也就是在改革和这个开放方面 能够让这两件事情成为我们在过去几十年 开始我们在关系时候的这个象征 美国人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样子 那中国人民呢 他们的希望也不应该被扑灭 有一个伟大的中国这个作家叫鲁迅 他经常讲这么一件话 他说中国呢 要么看外国人把他们当作野蛮人 要么把他们当圣贤 但是从来没有我们把他当作就是平背的 今天呢 美国今天伸出我们的手 伸向中国 我们希望北京很快的 也能够回头来接我们这双手 用行动来实现 而不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同时对美国要重新表示尊重 我们将不会放弃或是松懈 一直到我们和中国的关系 是紧紧地扎根在公平互惠 和对我们主权的尊重 中国有一句老话 就是 凡人呢 一般的人呢 看的是眼前的 但是老天爷呢 看的是未来 随着我们继续的前进 那么万我们用决心和信心 来追求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未来 信念 就是对特朗普总统领导 利有信心 以及对与中国的这个主席所建立的有益有关系 有信心 对我们中美两国人民的这个有益有信心 对老天爷看未来有信心 由于上帝的恩典 但愿美国和中国都能够一起达到这个未来的目标 谢谢大家 上帝保佑你们 也上帝保佑美利坚和中国 好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 您刚刚收听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彭斯 今天在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发表的一篇演说 演说历史大约有45分钟左右时间 彭斯副总统可以说触及到相当多的方面 从政治 军事 经济 贸易 学术交流 新闻自由 人权 宗教自由等各个方面 彭斯副总统进行了琢磨 提到了非常多当前美中之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他也特别提到了美国方面坚持的 在特朗普总统的带领下 是要寻求公平 互惠 还有尊重主权的做法 来与中国建立一个和平 稳定的关系 但是他也强调 过去几任的美国政府呢 忽略了中国方面 利用各种战略利益的所作所为 来取得对北京的最大利益 他说 在特朗普总统的带领之下 美国要坚决地保卫美国的利益 不论是通过武器的现代化 增加国防开支 或者是在校园内 在新闻媒体上 在产业界 在企业界 各方面加入这样的一个阵营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现场的讲话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